海上路上台风警报 目前台风中心的位置是位在俄罗比的东方大约160公里的海面上 未来将以比较稳定的速度朝西移动接近到台湾的南段陆地这一带 也因此目前这一报的海上以及路上警戒区域不变 海上警戒区域包含了台湾的东半部海域 还有巴士海峡以及台湾海峡跟东沙岛海面 至于路上的警戒区域则包含了 宜兰以南的县市、新竹以南的县市还有澎湖 那在台风的暴风圈其实目前已经正在涵盖着 我们的东部、东南部还有南头以及云林以南的陆地 我们看到在目前的海面的风浪上面其实都相当的偏大 我们先提醒在海面的风浪的部分 在今天晚间可以看到台风它的结构还是相当的扎实 它目前是中度台风 那它的暴风半径还是有250公里 随着它的逐渐接近 在台湾的近海这一带会感受到非常明显的台风附近的大浪以及强风 那这样子的大浪可以看到在台湾的东半部这一带都有6米以上的浪高 甚至接近台风的中心附近 南远绿岛这边的海域都还有蛮大的范围 都可以看得到7到8米左右的巨浪 那这样子比较大浪的情形到了明天白天随着台风会逐渐的移动到台湾的南段陆地的这一带 结构会稍微比较破坏一些些 但是呢它所带来的海面上的大浪可以看到在台湾附近各海面 其实都还是有4到5米或是以上的浪高 还是要特别的留意 那至于在风力部分 我们先看到风力观测方面 在风力的观测方面呢 其实呢目前在蓝雨稍早的时候就已经有看到阵风13级的很强的这种观测的阵风 那至于在其他比较大的观测的风力上面呢 在台东成功的阵风有来到10级 那在东极岛这边的阵风也有来到10级 至于在其他的各个侧站 其实一些比较沿海地区平原区的侧站呢 在台中一直到台南这一带也有观测到9到11级左右的强阵风 那这样子的风力其实随着台风的逐渐接近 还会有进一步增强的趋势 我们来看到未来三段的风力预测 这一段的风力预测呢 是在今天傍晚到深夜零点的时候 可以看到最明显的强风区呢 有两个地方 一个是接近到台湾台风的中心附近的强风 那这个部分就是在台湾的东南部的这一带 还有蓝宇绿岛 那首先最强的风势呢 提醒在蓝宇绿岛的这一带 它的强阵风是由阵风的12到13级 可以转到16到17级左右 那这种台风进中心附近的强风呢 将会在今天的傍晚到深夜左右呢 逐渐的影响到蓝宇的这一带 也因此气象鼠也不排除在稍晚 大概在晚间左右 可会发布到台风抢风告警的 即时讯息提醒当地 而至于呢 在其他各地呢 未来的风势上面 我们可以看到回到全台这个地方 在澎湖这个地方呢 也是受到海峡地形的作用影响下 其实已经有比较强的阵风浴 除彪清风电兵出场 下海峡地形的被晨广Ы 但是 motive 一些的彩� chunks 也 imped了 结败 Syl天屋